持續關注新竹大火事件 在這場大火當中逃過一劫了 除了陳爸爸之外 還有正在當兵的兒子陳彥宇 他最近因為確診 所以原本是正在隔離當中了 昨天接到二號 他穿上了全身的防護裝備 趕往靈堂處理後事 不過他速度情緒潰體 當場雷崩 眾人在靈堂上香 背對鏡頭的男子 穿著全套隔離衣 他是輪胎行的大兒子陳彥宇 從軍十年官拜陸軍上位 他的媽媽和妻兒等八個人 十五日深夜慘遭同住的弟弟 一把火燒死 他因為確診正在官社隔離 這才逃過一劫 連夜趕回家園 眼前已是一片廢墟 他的爸爸十六日召魂後 捧著排位 前往位於新竹殯儀館的鄰堂 其他家屬隨後趕到 男人悲痛需要別人參福 陳彥宇則換上全套隔離衣奔餐 在鄰堂處理後事 好幾度情緒潰提 你現在中央打擊器來的話 打擊器來的話 現在這個 我們還是要出現 六軍團政戰主任 史順文少將也趕來上香 要陳彥宇專心處理後事 部隊會全力協助 而昨天下午 新竹市副市長沈慧紅 也前往鄰堂慰問家屬 那位罹難者之一的 林姓大媳婦的妹妹 也在鄰堂的現場 那看到副市長的時候呢 情緒就崩潰了 抱著她說 請問你會把兇嫌判死刑嗎 新竹東大陸一間輪太行 15日晚間因為屋主次子 與家人發生口角爭執 奮而買汽油 營火燒家 造成奪走八條人命的 五情大火 16日下午 新竹副市長沈慧紅 前往鄰堂慰問家屬 罹難者之一 林姓大媳婦的妹妹 在鄰堂現場 見到沈慧紅 忍不住情緒潰提 哭倒在副市長懷中 我怎麼會看她行嗎 但是我跟媽媽想到她 幫我姐姐 她們很痛苦 沈慧紅則是不斷地 輕拍妹妹被不安撫 要她好好照顧自己 而昨天早上屋主陳爸爸 和二媳婦的姐姐 也回到了案發現場 舉行了招滾儀式 不過過程似乎不太順利 陳爸爸在為妻子 拔杯的時候 一直拔到第三次才出現醒筊 而且小孫子們 可能是因為找不到路 兩個人輪流 嘗試了十多分鐘 一直拔杯到第八次 才出現醒筊 三拜三拜三拜 新竹巴士火警 幸存的屋主陳秉承 陳十六日重回火場招魂 卻一直拔不杯 請三拜主回來 新陳回來 新陳回來 妻子林立春疑似不甘心 被小兒子陳彥祥燒死 拔杯第三次才給了雨杯 好 回家 她的四個孫子同樣葬身火場 生煮排旁放了好幾袋糖果 讓人看了好心疼 尤其其中三個小孩 是陳彥祥的親身鼓咒 分別只有七到二歲 怎麼狠心下毒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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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陳彥祥的兩歲小兒子在內 四個小朋友可能是找不到路 大家輪流拔杯超過十分鐘 到了第八次才有飲杯 趕快回來喔 有了 有了 有飲了嗎 招魂結束 屋主陳秉承捧著排位 前往殯儀館 神色哀雞 家庭在一夕之間破碎 真的難以接受 陳彥祥的一把火燒死八位至親 可是你知道嗎 在事發的當天早上 還是陳彥祥的長子的幼兒園 畢業典禮 當天早上呢 陳彥祥跟他的老婆兩個人 還一起送小孩進校園 場面相當的溫馨 沒有想到到了晚上 就發生了志祺人倫悲劇 校方表示因為要畢業了 當時孩子們還特別多在教室停留了一下 沒有想到才一個晚上就天人有隔 對於同學跟疆長們 校方未來也會盡力輔導 校方也說 平時並未發現成家有異常 親子的互動也很正常 孩子放學大多都是阿嬤接送 而在案發前五個小時 陳彥祥獨自外出去買臭豆腐 與他熟識的老闆娘當時還聊了兩句 陳彥祥當時還透露計畫要買房子 帶著妻子跟小孩搬出去 對未來也早有規劃 沒有想到當天晚上就發生奏變 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而這名陳彥祥呢 他其實有三名子女 那最小的兒子呢 其實是患有糖氏症的 所以呢他的妹妹啊 也就是姑姑 除了呢平常就是擔任姑姑的角色之外呢 也經常呢會幫忙就是照顧小孩 那他在照顧小孩的過程呢 他也都會記錄下來 PO在IG上面 那呢其中有一段呢 就是這個陳彥祥和他的兒子 一起玩耍的畫面 但是現在呢卻再也看不到了 不行啊 拔不住了你要拔 這樣一家和樂的畫面 再也看不到了 因為陳彥祥一把火毀了這一切 15日葬生火箍的陳彥祥包妹 經常貼心的當哥哥孩子的保母陪玩 也會將過程PO到IG上記錄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陳彥祥陪兒子玩 妹妹在一旁拍攝紀錄 陳彥祥滿滿父愛 但誰也沒想到 他卻一把火燒死自己的母親 妻兒妹妹及嫂子拱八人 讓這樣溫馨的畫面湧成絕像 2 1 9 2